當然那時候還有六師外道 92種外道都有 這個居士他就再請六師去他家受供 這個六師就去他家也是一樣受供 這個人就是這樣 他對世尊就是不夠相信 就是不夠相信 我問世尊他說 我媽來搭訕的是兒子 那這六師再來問他 這樣不知道會準 我試探看看 人就是這樣 不知邪政 就二見仇林 他就問這個六師 就問六師言 哎呀我太太 這個肚子你是兒子還女兒 然後他又補數 他不補數就沒事 他還補數 前使取壇殺門三隻 言後當生難 時事難否 他說之前徐坦就講釋迦牟尼佛 這個釋迦牟尼佛他說我肚子裡面 我太太肚子裡面是兒子 那你看是不是兒子 那你看是不是兒子 這個六師 他就說當生女 他就嫉妒 你說女兒我就只要說女兒子 你怎麼會不會說 具實相你有真的這種神通啊 具實相而說不就沒事嗎 這就是嫉妒 這就是二見仇林 這就是魔 那他就 他就 因為這個六師他嫉妒 釋迦牟尼佛 當時 他是成佛的世尊 所以他故意說反 他說當生女 這個還環字還思維啊 他說 若比生難 居士當契我奉事取談 他就是你這個六師 講了當生女 心想又自己想 那如果生女子 拜我的威信全無 他們就會好好的供養 釋迦如來 釋迦牟尼啊 就不會供養我了 這樣麻煩了麻煩了 他心裡就想說 嗯 他心中想這樣 就趕快跟這個居士補上壞話 這話多糟糕呢 他說 辱婦當生男 生男之後方大凶惑 家世親屬妻世滅絕 已不及故 我先鬼言是女也 他剛才說生女子 生女子 心想說 如果生女子就不會供養我了 所以來破壞 他就說 其實你們老婆 肚子裡面是兒子 她是生女子 沒遇到 但是她生女子 父親你還後 慘了慘了 來了個大凶惡 所以你們全部喔 七世滅絕 七世都滅絕 就是 家族全滅的意思 因為很不吉祥 所以我剛剛騙你說是生女的 男女都夠 他就這樣講 這個居士聽了之後 心中喔 真是七上八下 很恐怖 這是不是惡魔 很難過 然後這個比六師 這六師 他就跟這個居士講 欲得吉利 唯當除去之 你如果怕 你以後 這個不吉祥事發生了 現在就把他除去啦 就不要讓你母生出來 說我惡得吉利就聽到 這個六師喔 就想說 你老婆來來來來來 我幫你看看 她就 她母就來 肚子很大肩 這個六師就把她母 肚子一直按不負 一直刺 一直刺 要把她養給老天 她就要給她壓 壓壓壓壓壓壓壓 這個母親就很痛嘛 她就用力給她壓 壓壓壓 之後這個 這個 這個妻子 就死了 內出血怎樣 這個居士父 碎變命中 但是這個肚子 孩子還沒死 然後 這個 這樣就不會生 這個六師心裡就想說 你老婆就是死了 就不會生 不會生喔 這個居士看得好傷心好傷心 於是 就真的要把她太太火化 這個釋迦摩尼佛知道 那個婦人 肚子裡的孩子是個腫啊 是個羅漢再來啊 現在說 她老婆死了 小孩就不會生了 小孩就不會生了 於是她就用木材 要把這個老婆的屍體化掉 釋迦摩尼佛就帶著她的弟子 到街上來 就在那邊看 奇怪這因緣果怎麼會變這樣 這火真的點起來囉 火點起來 這個婦女的身體啊 就開始燒燒燒 燒到這個肚子的地方 爆開 爆開 啊爆開喔 就爆開 爆開的時候 就有一朵蓮花 她拖著這個小男嬰 那個世尊 那個時候有個綺婆 就醫生嘛 世尊生團裡面有一個大醫王 叫綺婆 那世尊就叫綺婆說 趕快去把那個孩子抱下來 於是她就從這個屍體啊 燃燒裡面呢 弄洗把孩子抱下來 孩子沒死 因為她這是聖者再來 你不可能隨便 隨便要她死她就死 她是帶著願力跟使命來的 這個小孩就沒死啊 沒死呢 就送還給這個居使 這個居使 就很開心的死了老婆 得了兒子 就好好把他養養養養養 這16年喔 這個孩子真的很聰明伶俐 又長得如世尊所說的 莊嚴教好書好 這16年啊 一路很順的長大 那有一天啊 這個父親啊 他又請這些六師 來到他家吃飯應供 那這個小孩 因為他知道他母親的故事 可是他也沒死 他母親死了 這小孩已經聰明了 所以呢 他就請這六師來吃飯 那這個六師就在桌子 大家就一次排開 他就吃飯 那六師在那邊等吃飯的時候 就這樣 哼哼哼哼 就自己在那邊笑 然後呢 他這個居使喔 就看他在那邊笑 就問他說 欸 啊這些 這些 這些道人啊 啊你為什麼在那邊笑 這個六師他就回答 喔說著說著啦 我喔 坐在這裡的時候 就看到五萬里以外 有一個山喔 啊那個山喔 有一些猴子在那邊玩玩玩 一隻猴子掉到水裡 啊真好笑 就自己說啦 他就在那邊笑 那這個 這個兒子他聰慧嘛 他知道說 你這次說這話是真的是假的 於是 好要把這個飯菜供樣了 端上來 這個兒子啊 就故意把所有的菜 放在這個碗的下面 然後把飯放在上面 啊上面只看到飯 之後一碗一碗的端出來 喔啊這個六師喔 看到 啊請我來吃飯 只有我買飯而已 沒有給我菜 喔很生氣 就很生氣 很生氣啊 面色凝重 然後不吃 然後不吃 然後這個 主人就問了 何故不食 那這個道人啊 啊你為什麼不吃 這六師就回答 無根雲何食 你就不猜是要 只要叫我吃飯 是要吃什麼 無根啊 如何食 然後這個主人他就知道 主人就說 君眼乃見五萬里 彌猴落水 何不見犯下根耶 啊你剛剛不是在笑 笑說五萬里 有個山上啊 啊一群猴子在那邊玩 一隻猴子掉到水裡 你要開心的哈哈大笑 怎麼在你面前的這碗飯 的下面就是菜 你看不到 於是六師大稱 實在有告訴我 這六師非常的稱慧 很生氣很生氣 竟不食而還 不再吃 不吃啊 離開離席而去 這個居士跟他的兒子 因這件事 因是指不奉事 再也不供養成是這些六師 歸命佛法身 因為世尊所說的是真實語啊 當時世尊說這個是男孩 而且他出生之後有道氣 他聰慧 那果真他是不死啊 那這些六師所言 根本都是一些邪魔歪道的想法 為對立而對立 為假設自己的神通 而虛狂他人 那這個孩子就歸一三寶 那佛呢 就把他收為弟子 為他說法 最後 真的 正阿羅漢 所以呢 邪正 這第九院就要講邪正之間 那我們如何來知道邪根正 要是佛就是告訴我們 正之間 說一切實相 佛所言實相也 那如果磨呢 外道呢 你啊 真假難辨 最后 在這裡面呢 內心啊 會有某一種束縛 為何磨呢 這是我的 三好 寶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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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是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